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恐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媽Sir 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就講一下澳洲的事情 之前我都經常提到我一位朋友 就在墨爾本做旅遊業的 現在他轉了行 我就問一下他 因為澳洲已經開關 會不會有回春的感覺 他說是回春,不過是別人,不是他 他多慘,苦笑一下 他也是專門做中國旅客生意 基本上就不能做 因為他和我一樣,都在塔斯馬尼亞住過很長時間 反而做這個叫做賣 我們特產塔斯馬尼亞三保 還有就是鮑魚 還有塔州大龍蝦 反而現在他在墨爾本地區送貨 因為我們直接可以拿到那些牆 生蠔牆,鮑魚牆的貨 他蹲了這麼久,我都知道誰可以拿 但是沒有做這些事 然後就送給其他華人 反而是找到食 我就問他會不會繼續做旅遊業 他就說不會了 我也看了很多華民媒體 原來他們都是訪問了很多華人的旅遊業者 華人的旅遊業者就說 是的,澳洲的國內遊是有升溫 不過對於他們來說 就沒有什麼大的收入變動 因為你始終在澳洲國內的華人 很多地方都去過 你要接團的話 當然是國際的旅遊業者 是比較直接說 是比較責任的賺錢 而且機會亦多 因為我們叫做國內遊 國內遊的話 有些人就去過很多地方 而且國內遊證明你在澳洲 住過或生活的一段時間 你自己適頭適路 很少人會訂這個旅遊團 或許有些老人家就會 所以當然寄望中國遊客快點回來 澳洲的華文媒體 就訪問了一大批旅遊業者 就相當失望 他們就說 基本上對於他們來說 已經對中國遊客回來 是沒有抱希望 亦都不敢再期待 他們更加說一句就是 現在中國旅客 繼續都是清零 訂單是零 澳洲二月份 對國際旅客開放邊境 其實上個星期一 即是4月18日 澳洲當局是進一步放寬入境規定的 國際旅客不需要 再提供PCR陰性結果 就可以入境 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 疫苗證明 電子申報單還有飛行期間戴口罩 就是全部的要求 PCR檢測不需要陰性結果 最重要是接種了 意味著什麼呢 澳洲媒體就說 意味著 差不多三年的防疫措施 基本上就 拔了下來 澳洲各境 可以這樣說 是向海外完全開放的 此時此刻 我很公道的 其實你說是不是 旅遊業開始復甦 是的 但是對於中國遊客這一塊 就是 基本上都是零的 暫時來說 我那天 我也跟戴馬瑞說過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長假期 我就說 我打電話給他 我經常打國際電話給戴馬瑞 我們要錄摘或者有些東西要討論 他就要這個針灸 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是塞車 我也跟他說 我沒試過駕駛一個小時 一直都塞到上來 我想想什麼事 是的 原來是long weekend 原來long weekend 是長假 就是我們的answer day 澳新軍團日的長假 我們因應這個長假 明天也有些安排 是今天 是今天 我們出街時是今天 今天直播 是 是 有直播 政府 其實 他們也是宣佈 現在澳洲的國門已經完全對外開放 政府這個舉動 為了加速 令到旅遊熱 當然是飽受遊樂 之前就想他們復甦 但是 行業整體慢慢回暖的時候 華人旅行社當然未等到春天 春天真的在哪裡 真不知道 春天在哪裡 好像 澳洲知名的華民媒體就訪問了 這個是很出名的 這個是老企業 1997年已經成立的墨爾本長城旅行社的老闆 James 不是我們那個 James 告訴華民媒體 你聽 自從19年底以來 顧客固定在西人和在澳的環 業務全部只是境內有 除了這樣也可以做什麼 就是做簽證 他說做簽證也有 不過當然不是去中國 你基本上是拿不到現在去中國的簽證 如果你不是拿中國護照的人 而來澳洲的中國大陸旅客 此時此刻零 對於他這間業界的巨頭 火車頭都是零的時候 你想想其他小的 你看看 看也不用看 他說 中國旅客清零了很久 一個訂單都沒有 亦沒有人來問 知不知道他最盛世的時候 加起來有五十多六十名員工 現在包括他自己剩下多少人 知不知道多少 三個 包括他有五個 縮了九成多 很慘 原本有四間門市 現在 剩下三間 剩下墨證本CBD一間 他都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本來有十六架大巴 十幾架大巴 當然 其他國家可能更多 但是澳洲人口本來少 有十六架大巴很厲害 我朋友以前有 一架大巴 兩架中巴 以及一部小車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一部大巴可以載四十多人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即是公交車那些 他亦說 現在 賣了十幾架剩下三架 沒辦法 即使 已經盡量 三減開支 因為炒了九成多人 炒完後 每年公司都虧損二十多三十萬澳幣 現在 慢慢 勉強支撐 以及向其他的生意和 客源發展 其實 之前 來自中國團的業務 佔了六成 六成的業務 當然是毀滅成的 絕對是毀滅成的 剛剛過去的 我們就是復活節 No weekend 其實他都覺得是個小王貴 每天有一部大巴出發 就有五十多名遊客坐滿 測試一下 他最主要去的地方就是 我兒子 住的地方 塔斯曼尼雅 為甚麼 墨爾本 對面海就是塔斯曼尼雅 就是塔斯曼尼雅 以及是可以坐船過去的 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有船 有道輪過去的 睡一晚就來到塔斯曼尼雅 就是德文波、迪雲波 以及南澳 南澳就是和維多利亞州 當然首府就是墨爾本 因為隔壁州 就多些人去 南澳也值得去的 現在你看到許智峰就可能你不幸運了 疫情前旺季 16部大巴全部是滿載的 現在一日一部他已經叫小旺季 坐滿五十多人已經是小旺季 對於澳洲徹底開放國門 其實James 他就說我一點都不興奮 甚至對於未來旅遊業的復甦 一點都不期待 根本是花不到19年之前的水平 澳洲政府只是一廂情願 他就告訴 華人記者 在中國相關部門的 提醒之下 非必須 非緊急 不旅遊的提醒之下 富澳旅遊在中國 其實是有敏感性的 什麼叫做非必要不旅遊呢 就是 很簡單 旅遊當然非必要 對某些人來說是必要 是 政府層面都這麼說 小老百姓還敢來嗎 其實現在是不是零呢 不是 入境的就是留學生 和探親的人士 香港也會有一堆人來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來讀書 香港也有一堆人 我們知道 自從2020年到現在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 以及 駐澳市館曾經多次發佈 赴澳大利亞旅遊安全提示 他說因為疫情和種族事件 種族事件我之前做過很多次 這個也是做得不好的 澳洲 提醒 切勿潛往澳大利亞旅遊 移民局 亦是暫不簽法 非必要 非緊急 出境 私有的普通護照 等等的出入境證件 所以你護照都沒有 你去不了什麼地方 James也說 中國大陸的旅客 對於澳洲疫情 都擔心 因為大家對於 疫情的想法不一樣 所以 令到中澳旅遊 沒有辦法重振升威 他也說 澳洲政府一直以來 當然 跟新冠共存 不過中國政府 就是追求動態清零 對民眾的疫情 是相當關注 而澳洲政府的政策 跟中國大陸政府的政策 是有巨大的反差 澳洲一直 確診數都是高的 令到有些 中國大陸的旅客 因為 你知道我們的數 如果在中國的話 是很可怕的 因為我們只有兩千多萬人口 加起來每天都是幾萬 所以對於 內地人來說 這個數字 是比較難接受的 這是現實 這是現實 所以 大家的想法又不同 好像 我們節目出門的時候 新南威爾士州 就是11,107個個案 8個人走了 剛才那位老闆 James所在的 維多利亞州 就是7,104個個個案 哦 昆斯蘭州 也是每天都是幾千 每天都是幾千 加起來 大概2萬多 3萬 按照一下 老闆 都高的 老闆 高但是大家是 無感 烏格 我想你們也是 我們 最新的已經 五千多 OK 但是大家都是 無感 現在都是 現在都是放鬆 算是心裏面放鬆了 因為未來 遲些也有開齋街節 更加放鬆 應該會有新一輪的上升 不用說了 又不一定 因為早 早一個星期 有一個回教假期 很接近 復活節 都放了一輪 大家都出遊了一輪 看到那個 上升都 不明顯 所以大家 接下來開齋街 就可以 更加狼胎 滑去 另外有件事 James就說 現在來澳洲的航班 真是少得可憐 所以理想中國大陸的民眾 到澳洲旅遊 根本是車網 2020年 3月26日以來 中國民航局為了應對疫情 是 壓制境外輸入風險 所以實施 一航私 一國家 一航線 一升旗 和一航班 這個五一政策 五個一政策我們經常說的 同年的六月 又推出航班的熔斷機制和獎禮措施 為了應對境外嚴峻的疫情 所以James就說 我們做旅遊的 之前就經常去 機場接人 現在航班都沒有怎樣接人 另外一位 在悉尼做了 十幾年旅遊生意的 他的就是來自 聯合旅遊 不怕開名 因為都 撿得七七八八 我不想這樣說 但是這個現實 他就叫做 Wiki 他就向華文媒體 他就說 就算澳洲現在完全開放 又如何 並不可以令到 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是敢來澳洲 訂單又是零 其實 他就說 那麼久來說 唯一 來澳洲的華人 原來就不是來自中國大陸 是馬來西亞華人 因為你們都開始有些航班 應該去新加坡也不少 多很多 如果跟澳洲比 那麼近 他就說 除了馬華之外 來自內地的中國人一直都是零 中國大陸的業務 已經停了很久 清零了很久 他就告訴記者 他們公司目前的業務 全部都是澳洲的國內遊 集中於 在澳華人的國內旅行線 復活節長假入面 每天就會接待 二三十人的短途旅程 算是旺季 對於旅行社生意 他跟James一樣都是悲觀 亦都說沒有什麼期待 那就不會有失望 他就說 現在就是在做國內遊 境外遊 維持著 最基本的收入 Vicky也都說 中澳關係的緊張 令到 旅遊業是陷入了冰點 其實他亦都說 現在 中國他們發了 警告 有些人 不敢來澳洲 我們怎麼接待遊客呢 就算他們出來 回到中國 又可能會經過幾次的核酸 或者 最少兩個星期的隔離 那麼嚴格的政策 誰願意 就這樣出來玩一玩 而這樣折騰下去 就是這樣 折騰 很辛苦 真是辛苦 他就擔心 就算中國都開放 中國經濟亦都受到衝擊 會不會那麼多人有閒錢來玩呢 他就說 對於這三年內 中澳旅遊 不敢希望 亦都覺得不會復甦 另外 有一間也是大旅行社 STAR Travel Group 總經理的Ken Wu Ken 說 這個 最新的開國魂政策 其實 對歐美國家來澳洲是有幫助 但是對於 他們長期做中國大陸遊客生意的人 實際幫助基本上都是零的 他就說 很厲害 你知道他的公司疫情之前 每年 接待的中國旅客 差不多有1萬名 哇 賺很多 現在 一萬 十個都沒有 至於中國 旅客 他們更加說 跟 之前你們訪問的兩家旅行社一樣 都是清零 零訂單 訂單為零 所以 不敢希望 澳洲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就顯示 自從去年12月 澳洲政府逐步開啟澳洲國門之後 入境澳洲的旅客 的確是持續增長 這是現實 你說他沒有人 是不公道的 而且是 疫情期間的兩到三倍 正常 疫情當然沒有人來 因為澳洲也鎖國 今年三月 就是上個月 統計的數字就看到 入境旅客有三十五萬 不過 原來 最多的地方都是來自澳洲的 老祖宗 英國 之后 就是澳洲的 澳洲的 都叫做 大家都是前英殖民地 印度 竟然是印度 我還猜是紐西蘭 因為紐西蘭 是當時 不開給澳洲 因為他們很謹慎 防疫政策 第三 就是 寬鬆了很多防疫政策 這個 美利堅 也就是美國 Kent 他估計 旅行社的生意 最快要明年年底 才有機會 有起色 大家都是觀望態度 畢竟 現在回到中國 你出來也沒用的 你回到去也要 最少十四天隔離 而且還有非常多的 檢測 其實變相等於叫別人不要來 會有一些零散的商務團 不過也可能會受到中戶關係影響 他也說 勉強維持下去也可以 不過自己 也是覺得 要平常心 要平常心 當然 他也說 華人旅行社的春天 應該還要兩三年時間 其實 我們看到 種種的現實 令到上述三家算是比較大的旅行社 是處於苦苦掙扎 維持自己經營的 臨界點 不過有些企業 是捱不過這個寒冬的 好像去年三月我都報告過這個新聞 就是麥爾本 市中心 Swanston Strait 你有沒有來過澳洲 沒有 沒有 Swanston Strait也是不錯的 以前 門庭約市的 長青旅行社 宣佈 關閉 和最後什麼申請破產 當然 這家旅行社很出名 因為他已經在當地開了26年那麼久 令到很多華人都很唏噓 不單止是旅行社 有些唐人餐館 好像我們上次說的 金唐 都是相當唏噓的 看到 有些東西 因為我很久沒回過雪梨唐人街 要工作 要工作 還有 要照顧小弟哥 也不敢回 不敢回 因為 很擔心自己小時候看到的這些商鋪 沒有了 空空如也 那種感覺 當然 我所住的地方就是很旺 曾經人家說可能是南半球最旺的地方 但是我看到有些網友拍照給我看 即是附近 居然你看到這麼旺的街 只有兩三個人走的時候 多麼心慌 以前也有很多老宿車 老宿車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當然現在澳洲就被中國列為低風險國家 你是可以去的 不過你是否這麼容易申請到 簽證 我就覺得相當困難 而且 人手不足 又是旅遊業另外一個大件事 當你只是做國內團 但你人手不足 因為以前會請一些 留學生 或者是 Racking holiday的人 即是 打工到假的人 去幫忙做 一些工作 現在也不行 現在留學生也少了很多 尤其是華人 有些事情回來了 但也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我看到 現在很多人就轉行 只可以這樣 做旅遊的 就像我朋友那樣去 賣水產 賣海鮮 有些我也說過有朋友 做一些 做手絲手卷 這些反而是低成本的 好,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再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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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